每当琵琶锅成熟的时候 我会在放鞋的时候 扔下书包 偷偷的爬上大的那棵琵琶树 一颗一颗吃着甜甜的琵琶锅 只是爷爷看到树底下的书包 就会大喊着我回家吃饭 陪我读过童年时光的琵琶树 还有最疼爱我的爷爷 那是童年最纯真的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